哈喽哈喽,我是 Jason 这边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来到安邦 UK Perdana 山顶 来开箱一个 IJM 的全新项目 它是在 UK Perdana 山顶上面的 它叫做 Sierra Hijawan 目前它是 launching 它最后一个 phase 的 Semi-D So, Let's go! Semi-D OK,今天来开箱这个 是它现在 launch 的最后一期的 两层半的 Semi-D 它是 SD4 现在它的 mock-up unit 已经做好了 它是40x80的3000多方车 5加1间房 它有两个 balcony的 So, 带大家去看 OK, 今天来开箱这个 是它的全新的 mock-up unit 这个是 Type SD4 的 mock-up unit 两层半的 Semi-D mock-up unit 它是40x80 旁边是10车的地 所以物身是30 物身是三车宽 所以基本上它是蛮宽的 你可以park到两辆到三辆车 或者是前后来讲 你可以park到四辆车啦 OK, 旁边地 它有10车的空地 所以基本上它10车空地 是只通到后面的 然后它旁边那边呢 也是有一块小地的 是一半的 所以基本你跟你邻居啊 你跟你隔壁邻居啦 At least它有一个 Gap 在这边 它有一个空的这个 Gap 所以你不会 directly link到隔壁夹啦 它有一个分开地这样子的啦 这样子就到隔壁那边咯 OK 所以我们进去看它的 unit OK 所以进到来 基本上它物身啊 它物身是30车宽 45车伸进去的 都是30x45啦 后面有10车空地 旁边有10车空地 所以它这个设计来讲啊 它是5间房加1间 就是5加1 6个厕所 所以基本上它是蛮宽啦 它整体是蛮宽的 然后它ceiling也是蛮高的 大概有 目测这样看是11车 这样有巴射ceiling了 这边 它这边已经做好了 巴射ceiling了的 OK 所以带大家去看 这边就是它的open厨房咯 它的open厨房 ceiling 还有做了 它的套室有放了一半了的 然后这个是它的后面 OK 所以后面是这样子的啦 通到过去的啦 OK 它有这样子的空地的 所以这边是直接通去外面 它这边是有那个grill的 OK 所以进来这边 它这边就有一个met房 met房 很普通一下啦 一二三四五六七车左右 然后有自己的厕所了 这边就是guest的厕所咯 guest的厕所 full house 然后standard这些 全部是有完 包了的 然后这个guest的房间 guest的房间是蛮长的啦 它设计是蛮长的 OK 所以我们上去 这边就有一个storage咯 有一个storage 小小的一个storage空间啦 OK 有一个小的storage空间 然后这边呢 它是给laminator timber laminator timber 铁的 所以我们上去楼上看 所以它是五家一间房啊 楼上就还有四间房咯 所以它就分成两层 它上面去还分成一层半啊 这样来讲一层半 so这边呢 有三间房的 OK 一个family hall 一个family hall 然后过后两间房 两间房的尺寸基本上是差不多一样的 OK 来进这边也是蛮亮的 它都有窗口的 然后过后 这边就是它的厕所 每间房有自己的厕所 attached with自己厕所 是without sharing的 OK so还有做买这个的空间咯 然后过后整体 全部东西有完 来 so我们去看 OK 还有两间房啊 是有balcony的 这个房间其实是蛮大间的 这房间空间是蛮大的 很大的 很大 OK so它 有buff top shower stream 然后过后有两个洗手房 你是不用整啊 自己用自己的不用整 然后过后蛮大的 OK 还有 balcony 所以就是分层啊 你看啊 还有两个的 楼上一个 balcony 楼下一个 balcony 所以我们直接上去最上面 最上面呢 它算是一个multiuse 或者是你自己的一个房间 ok so上到来 它的半层 两层半的半层 就是这样子啦 基本上 ok so跟楼下那个房间 差不多类似的 然后过后也是有自己厕所 只是这边这个厕所就 稍微比较小啦 如果你是讲上面 可能你可以变成啊 multi purpose user karaoke房啊 game rooms啊 你要拿来做自己的房间啊 那些都是可以的 ok so基本上来讲啊 你住这边啊 你的环境就是很relax 很chill 你会听到那种鸟 小鸟的声音的 所以整个围绕着啊 都是你看 Forest来的 整个围绕着啦 基本上 你会看到就是 这样子哦 它的view 是整个都是Forest来的 所以是蛮不错啦 那环境如果你是想住 你是想住 休闲 这边是蛮休闲的一个环境来的 所以基本上来讲啊 现在它launch 是最后一个phase嘛 所以在sara hijawan这边呢 它最后launch了 这个semity 就是没有了的 然后它最后一个launching 它的方向啊 是蛮靠近它的clubhouse clubhouse就是在那一边 所以这边走过去 其实是蛮靠近的 算是最靠近clubhouse的啦 然后clubhouse有泳池啊 那些蛮多facilities 在那个方向啦 所以基本上它是蛮方便的 而且它这边也不多单位 所以围绕着都是那个山啊 就是蛮不错的一个location 它现在开着最后的那个phase 是啊 Face F跟Face G 所以基本上这两个加起来 available unit啊 剩不多间罢了 还有大概是啊 几间罢了的 它剩不多间 所以基本上如果你是说 你有兴趣 是要找SemiD within KL address的 然后过后你可以考虑来看这一边 把这个项目它不是freehold啊 因为KL你来讲啦 要找freehold真的是很少啦 不多啦 然后这个它是地点喔 地点来讲你是说 安邦UK Perdoner啦 你要去KL 你要去KLCC去套啦 市中心啊 其实是蛮方便的 蛮容易去的啦 就是你出道去是蛮方便的 而且你进来呢 你不是靠近那种highway 所以它基本上它住的这一区啊 不会说很crowd 就是说你是住的环境来讲 它是很relax很peace的 所以如果你是说 你有兴趣找这样的环境 两层半的SemiD 所以啊 价钱来讲 你可以PM我 WhatsApp我那个价钱 因为它现在不多间罢了 如果你是说你有兴趣要看 你可以WhatsApp我 联系我 我们可以安排appointment 过来看这边的那个mockup unit 它的actual mockup的啦 for那个ST4的那个type OK 如果你想看这种开箱 新showroom的视频 记得按like 还有subscribe我的频道 所以我们下一个新showroom见 拜拜